纠纷 新北市一名化名大树的男子 经过变性手术之后是从女生变成男生 后来他跟这个潘性女子交往 但是两个人感情破裂分手 这个潘性女子把前男友是变性人的事实 告诉了现任男友 现任男友一度还在这个大树家门口大喊 他是变性人 双方就这样子闹上法院 不过去历检署认为 变性人这三个字是中性陈述 没有构成诽谤 因此前女友不起诉